故事的开始是在1942年 那个战火纷飞 中华大帝外族入侵 每个国人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时候 在湖南西边有一个小县城叫园林 在园林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幸时,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 在冯玉祥率军南征时 离开家乡参了军 十多年来 跟随在冯玉祥的部队南北征战 大小仗打了无数 后来军阀混战陷入了白热化 使老头渐渐地 对这些军阀嘴里所说的那些 民族大义之类的话产生了厌恶 他已经明白 每个人口中不管他说的是什么 其实大家心里想的 都是自己当帝王 于是他对这些军阀都失望透顶 在一次战斗之后 他就在战场上装死 随后找了个机会溜了出来 当了逃兵 接着一路辗转返回到了家乡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在家乡待了没几年 因为他出过远门 见过大市面 又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 很快他用自己的能力和远见 得到了十里八乡 众多乡亲们的信任和尊重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已经到了知天命年纪的石老头 虽然不是宗族族长或者里长 但是他的话 对于方圆十几里的乡亲 却比关家的话还要管用 石老头婉然已经变成了 元陵一带的一霸 身子后面追随他的年轻 后生牙子数以百计 就连当地附近几个山头的土匪 一听说是石老头 都要敬重三分 不敢说半个不字 再加上石老头本身辈分就很高 所以那时候在元陵 不论男女老幼 都会毕恭毕敬地 称呼他一句石爹爹 原本石老头的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好事不长久 随着日本人的步步逼近 曾经征战多年的石老头 很快就看出日本人的意图 战火终将还是要烧到自己的家门口了 长沙大战一触即发 想必这小小的元陵 也不能逃过此番的战火之节 石老头此时当年战场上的热血 又再次沸腾 他知道这一次 已经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军阀混战 这可是外寇入侵 国将不保 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 石老头和附近的几个村寨一商议 就决定由他自己带着那些 愿意去和日本人打仗的后生 出山去长沙找中央军 参战保家 中国自从晚清时候 曾国藩建立乡军 先后剿灭了太平军 碾军 岳匪和回匪之后 清廷就有奏道 带岳匪 碾匪 回匪之祸 集出勇 怀勇之力以平之 从此之后 就有无相不成军之言流行军中 而湖南之地多有汉勇 年轻人从小就会自练拳脚 体健身壮 是兵兵军勇的首选 所以没人考虑那些年轻人 上了战场能否杀敌 只是有人担忧石老头 已经五十多了 年纪太大 不该再去冒险 可是石老头当即抽出 昔日当兵时用的一口大砍刀 就在异式的唐屋里挥舞了起来 那刀锋的阵是唬唬声威 数人禁不得身 石老头道 觉得我老的就破了我这刀阵 我一定认老服输 不然这次领头人 我是当定了 几个组长一见 没有半点办法 只能随他去 而且这番出门 可不是昔日和邻村墙水 或者是和土匪夺牛 匹夫之勇在战场上 是没有一丝用处的 有石老头这个当年在战场上 死了几十回的老兵游子带队 那些一心想闯一番事业的后生们 可能也会平安很多 到最后 组长们又是一番商讨 就各自回乡返寨 去统计各村愿意跟随石老头 出山杀敌的后生人数了 三天之后 石老头就带着五十多个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出了园林的大山 朝着长沙县城赶去 其实在当时 想要随着石老头出山的后生 有百十号人 但是石老头心知 中央军已经丢了上海 武汉 甚至连南京也都丢了 这次长沙大战 实在难料最后的战局 要是万一长沙没守住 日本人到了园林 还是需要一些 年轻的小伙抵挡一下 也好让妇孺老人 有时间藏到山里去 所以他就亲自选了一些年轻芽子 留了一半人在乡里 告诉他们趁时间还早 赶紧进山寻一些安全的住所 以备后用 顺便把村里的粮食财物 也尽早往山里转移 万一长沙没守住 日军打到了园林 也不会措手不及 那些留下了的芽子 大多都是家中的独子 或者家有幼子的 石老头选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些已经成亲生子 和家里独苗的后生给踢了出去 原因很明显 孩子和年轻唐克不能没男人照顾 单传的家庭更不能绝后 那些被留下的后生 自然也明白石老头的用意 也都没怎么争执 听从了他的安排 谁知道就在他们出山没几天 第三次长沙会战就爆发了 到处都是军队 还好当时日军没能力进入湘西 石老头一行人所欲皆是中国部队 行了几日之后 石老头心想长沙 此时已经打得火热 自己这些人再走下去 怕是进不了城 就要在野外遇见日军了 但是他们那时手里 没什么像样的武器 都是一些竹枪鸟冲 就算自己这边再奋勇 怕也敌不过日本人的步枪大炮 于是石老头断然决定 就进参军 先不去长沙找日本人的晦气 再怎么样 也得先让自己这些后生 毅然拿到一把枪再说 恰好当时国民政府 为了长沙大战 拼命扩军 想多留一些后备队 以备将来战局不利时所用 石老头一行人 就被编到了一支 刚刚打了败仗 撤到后方休整的残军中 没过几个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就结束了 战况惨烈 石老头带来的后生都很不甘心 心想好容易出了山 却没捞得着上战场 石老头一顿大骂 连枪都打不准还想上战场 那不是去杀日本人的 是去送死的 后生们也知道 石爹爹的话一点不假 也就都没怎么再闹脾气 很快 一支新的队伍进驻湖南常德 石老头他们就被编入了这支 由于之前被打残没有满员的部队 而这支部队 正是当时鼎鼎有名的虎奔武器师 虎奔一词 源于书京 武王有戎车三百辆 虎奔三百人 而周里有载 有虎奔是 掌领虎是八百人 军律汇同 君素于外 则守王贤 可见虎奔之君 当时算是君王的轻卫部队 后来到了秦汉之时 虎奔一词就泛指是精锐武士了 而奔字通一奔 虎奔一指其威势就如老虎奔走 而虎奔军汉时是战车部队 正和虎奔之意 相当一张 后来往往篡权 一顾有勇士孟奔为故 正是将奔改为奔 虎奔军这才有了确切定军 此后 虎奔称号变成为历代 英勇无敌的军队的最高荣誉 被赐于虎奔称谓的 无一不是举国无双的精锐之师 武器师的师长名叫于成万 在上高会战中 正是因为他指挥武器师 坚守下坡桥阵地 冒着的敌军炮火 与日军第34师团浴血奋战 为武器师赢得了虎奔的荣誉称号 由于十老头他们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 又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武器师也就没有打散他们混入别的部队 直接把他们和另外一些补充兵 编成了一支连队 作为后备军使用 打了多年仗的十老头 很敏感的预感到 这次将有大战爆发 暗地里吩咐自己带来的牙子们 不要过于放松 千万莫丢了他们园灵的脸面 而另一方面 十老头对于和他们一起 混编到同个连队的另外几个人 感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除了他们园灵来的那些人 旁的人都是很好相处的样子 可只有那个四个人 从来不和他们搭枪 问点什么也回答得极为简略 日常生活里 这四个人也是抱团行动 也不和旁人过多的接触 似乎这四个人 就是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 而这四个人的口音 听上去就是湖南本地人 带着一点湘西的口音 但是问及他们的家乡 此次人就如同龙了一般 毫无回应 十老头也算有些见识 但他却一直没有想透 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但是最让十老头感到不安的是 这四个人每个人无时无刻 都在背后背着一个 拥有布包裹着的长条状的物体 从不离身 原本还以为是布枪之类 后来时间久了 越发觉得不像 十老头也曾试探地问过 四个人依旧像对他们的老家来历一样 不做回答 十老头还撞见他们好几次 在营房外面烧香粉纸的 也发觉他们每个月 有那么固定的几天不识荤腥 直饮水吃白粥 渐渐地十老头隐隐地想到了什么 却也拿不定什么主意 越发觉得这四个人邪气得很 暗地怀疑这四人 怕是湘西学乌谷的苗人 可是就在十老头还没琢磨透 这几个人什么来头的时候 轰轰烈烈地常得保卫战打响了 当时虎奔武器师只有八千余人 而来袭的日军攻击四万余人 而且皆为精锐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日本人在战斗中轰炸火炮 燃烧弹轮番上阵 最后甚至还动用了毒气弹 而中国守军这方 只能用简陋的武器和血肉 去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 渐渐地常德城内外 都堆满了双方战死士兵的尸体 战争中最惨烈的白刃攻防战 也已经在常德城头进行过了数十次 于成万当时就曾下过命令道 有一人使一人 有一枪使一枪 无枪则使刀锚或砖石木棒 与敌人死拼 直至弹尽粮绝 足可见于成万和虎奔军 拼死一战的勇气 和是与常德共存亡的决议 使老头他们连队 在战斗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 就被排上了战场 三天下来 一百出头的队伍 就剩下了六十多个人 石老头从园林带出的 五十多个年轻哑子 已经有二十多个 永远留在了常德的土地上 石老头突然间有了一丝后悔 这些死掉的后生都是他带出山的 要是以后回了园林 他又该怎么和他们的家里人交代 后来石老头又自嘲地笑了 心想也许这次连自己也都回不去了 哪里还用想这么多 这时老头子看见那四个 湘西口音的奇怪人 别看连队里死了这么多人 可是这四个人却都活着 连伤都没有 都到了这个时候 石老头也没有什么顾忌了 直接走过去就问 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 说反正这次大家都得死在这里了 实在不想到死了都做一个糊涂鬼 那四个人互相看了看 终于其中一个人对他道 你这次带出来的人还剩多少 石老头心中一揪 嘴上道 死了二十几个人 还有三十出头 那人道 你知道我们当年出去的时候 有多少人 石老头心中一听这话 有了几次诧异 下意识地问道 多少人 那人惨惨一笑 道 四十多个山头的人加起来 足足有三四千人呢 此言一出 石老头顿时知道了 这四个人的来历 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 湘西一带的土匪 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 纷纷出山投诚 希望可以投入到抗日的战场上 在松户会战时 这支由湘西土匪武装组成的部队 在苏航一带 靠着手里那些落后的武器 与日军血战七昼夜 战死了三千余人 幸存者始终无一 当时一夜之间 湘西的村村寨寨 家家挂白打翻 户户带笑怕 满城尽是孤儿寡妇 就连石老头他们园林那边 也有好几家人带了笑 石老头也曾经和他们那边的土匪 打过交道 知道这些歹人做的 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 但都即将义气 一般这些土匪 不会为难自己山头周边的乡亲 只对过往商队和有富不仁的乡身下手 而他们做活 也不像外界宣传那般凶残 实际上他们尽量不伤人命 抢劫商队也不会全数拿走人家的钱财 汇流族让商队返城时 一路上吃喝住宿的银员 所以石老头在得知了这些人的身份之后 也没有多大的反应 更何况几个土匪 早在和日军幸运相搏的时候 就已经不再算是什么强盗匪徒了 在他眼中 只要你肯为国而战 你就是百姓的英雄 管你之前做过什么 石老头当即对着那四人 魏巍弯腰做了一个一 道 原来几位是给咱们乡人 争面立威的英雄 以前实在失利 还请多担待 那四个土匪听了一笑道 都现在这样了还刻到什么 当年各山的兄弟四千人 就剩了咱们这两三百口子 这些年打下来 好多兄弟少了手脚 都回家了 能活到现在的 还真剩不下几个人了 看情景 这次我们四兄弟 也要陪着你和你那些后生 死在常德这地面上了 石老头听了也是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忽然间意想刚才这些人的话语 问道 你们四个是亲兄弟啊 四个人相识一笑道 我们四个是从小一起张大的师兄弟 石老头一听 不由地看了这四个人背后 那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问道 敢问你们的师承事 四人中一人出言道 这个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再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说吧 几个人一起闭目不再多言 石老头也知趣地走开了 又是两天之后 整个连队已经打到了三十多人 石老头带出来的园林后生 算上他自己 也只剩下十七个人了 而且他们这些人 已经被日军困在了常德城西门外 一块小小的高地上 白天和对面的日本人 来来回回互相冲杀了几十次 弹药也基本耗光了 更是和常德城里面的 师部失了联系 入夜之后 阵地上异常的安静 石老头知道 今天晚上日本人 一定会趁夜色进攻 虽然他们所剩冰原和弹药 都已经不多 但想一想应该还能撑过一阵 但是能不能撑到天亮 就是在不得而知了 当时他们这个连队里 上面派下来的长官已经全部战死了 剩下的这些人除了那四个土匪 全部都以石老头马首是瞻 就在石老头准备带着剩下的这点人 趁着日军还没进攻之前 想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看看能不能突围出去的时候 那四个土匪突然找上前来 对着石老头道 今晚上月色不错 我们兄弟可以助你冲出日本人的包围 只是长德成失守已经是早晚之事 如今援军迟迟不到 怕是我们等不来援军了 我们四兄弟只问你一句 如果你们能够逃出去 你还要带着这群后生 继续打下去吗 石老头虽然被他们这一戏话 说得二仗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却对他们最后一句话 听得十分清楚 石老头想都没想 当即到 此番血战 已经算是报过国安了 我不会再带着他们再打下去了 我要把他们活着的这些人 全部带回家 要是日后日本人打到了园林 我再拼了这条老命和他们打 只知这次长德必失 以日本人的狠辣性子 成破之时怕是无人能活 我实在不忍心 把这几十个孩子的命丢在这里 那四个土匪听了 似乎甚是满意石老头的答复 点了点头道 那好 希望日本人三更前不要再进攻 到了三更我四人助你们逃出去 石老头这时有些不解 问道 为什么是我 我虽然老眼昏花 见识短浅 可事情看到今天 也知道四位必是身怀已能 四位完全可以自己逃命出去 为何要助我呢 那四人听了石老头的话 沉默了一会后 沉声道 原本我们四人是要今日三更时离开的 只是 说着 四人里其中一人揭开了自己军衣 撩起自己的衬礼 石老头赫然就发现 那人的左肋之下 有一处枪伤 只是战斗数日 每个人的衣服全都污秽不堪 不然就这伤口的血迹早就被发现了 石老头一惊之下 盲问道 这伤是今日白天的 那受伤的土匪点点头道 人算不如天算 打了这么多年仗 第一次受伤 没想到就这第一次 就要了我的命了 那人身边的另一个土匪接话道 前几天他吸了日本人的毒气 这次又中了一枪 心脉已经保不住了 原本压了几天的毒 现在已经游走全身了 看他的脉象已经撑不到天亮了 石老头听了 黯然道 他只是受伤不打击 我们可以一同冲出去 带我弄条担架 让我家的后生 选几个力状跑得快轮流抬着他 我们在四周护着 就不怕跑不出去 出去了我再寻点草药 并能保住他的性命 听了石老头的一番话 那受伤的土匪道 我的伤我自己清楚 别说被抬着四处奔走 我现在就连站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而且我们四兄弟要想助你们突围 不能少任何一人 所以不仅是我 连他们三个都要留在此处 哪里都不能去 石老头听了此言 大吃一惊 原本以为 是四个人要和他一起冲出包围去 没想到这四个人打低主意 却是自己留下 牺牲自己 把他们送出去了主意 石老头忙道 万万不可 三个土匪道 有什么不可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 如果老二没受伤 我们自然是自己逃命 不会管你们的死活的 可是如今老二这样了 我们四人是铁定出不去的 要不就是我们助你们冲出去 要不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留下来 要死一起死 你也说了 你不想让这些后生死在这里 这样甚好 没想到我们几兄弟 到死了还能做件好事 这下就算到了下面 也不怕失书祖们 骂我们有愧失门了 石老头闻言 沉思了一番后 下了决心 对四个土匪道 那就有劳几位的舍命相助了 我在这里替着几十个后生 和他们的家里人 感谢几位的救命之恩了 四个土匪苦笑一下 说道 客气了 原本这事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做的 这么一句大实话 倒是让石老头 生出了几丝悲凉之感 确实是造化弄人 事事难料 石老头道 看几位来此处 恐怕也不是想要报国恩 抗日寇那么简单 如今几位如果还有什么 未达成的心事 不妨告诉我 如果我万幸逃了出去 定会尽全力为几位达成心事 四个人沉默了一小会 犹豫半天 轻声道 算了 这是你做不了 好容易逃了出去 别再为我们这点事丢了命 就不劳烦了 石老头一见这几人不想说 也不勉强 就自己退下去 安排晚上突围的事情了 到了三更时候 日本人也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进攻 只是不停的骚扰 想是要拖垮石老头这边 到了下半夜 这边人困马乏到了几点的时候 再发全力 一举拿下这边的阵地 全间石老头这边的几十个人 那四个土匪全都换上了一身黑衣 受伤的那个鞋靠在一棵大树前 没什么力气站起来 只是坐在树前 直立着上半身 其余三个人全都和他站成一排 中间隔着大概五六米的距离 看上去最为年长的那个土匪 从自己的背囊里 掏出了一把半尺来长的贡箱 点燃之后分给了他们一人一根 然后他对石老头道 一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一定不要回头 回头了 就再也不可能活着出去了 你们只管朝前走 双手拿着这个箱捧在身前 千万不要停 直到这箱燃尽了 你们再找地方藏起来 然后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石老头点了点头 转身吩咐了其他人 一定要照着他们的话去办 不能多事 马上这四个昔日的土匪 就解下了自己身后的那个油布包 每个人身前的土地上插上三根箱 打开布包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这时石老头才发现 原来他们包里那个 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竟然是四把黑色的油纸伞 那伞黑漆漆的伞面 隐约有一些红色的符纹 伞骨是用竹子做的 也都磨得油光光的 不知道都是用了多少年的老物件 四个人的动作同出一辙 丝毫没有差别 就像是一个人的重影 那四个人低声不知念叨了几句什么 猛然间 四人同时撑起了自己手里的雨伞 四人中的那个年长者大声喝道 快走快走 不要怕 日本人看不见你们 千万莫回头 拿碗了自己的香 千万不要掉地上 石老头暗叫一声不好 就眼看着一个一走在前头后生牙子 在听到这声响之后 瞎意识地回头去张望 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就那一瞬间 这个后生手中的香 一下子就燃爆了 随着火光一闪 那后生身周的几个日本兵 就像是从梦里醒过来一样 才发现原来已经有一个敌人 都走到自己跟前了 结果那几个日本兵二话没说 端起刺刀 就把那名还诧异看着 自己手里的残乡的后生 当场扎死在地 石老头这才醒悟 原来那几个土匪 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回头 当真不是在说笑 这可真的是性命攸关事情 也许是亲眼看见 自己从小长大的朋友 就死在自己眼前 或者是被刚才那诡异的一幕 吓住了 刚刚那一脚踢翻了日军 钢盔的后生 在一阵之下 不由得将手里的香给捏断了 马上日本人又是一阵喧哗 几个日军冲了过来 不由分说 又把这个后生用刺刀扎死了 石老头眼见着自己两个人 就这样没了 打了一个手势让所有人不要停 继续穿过日军的阵地 经过刚才那一幕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不能回头 相不落地 这可都不是那四个 举散的土匪信口胡说的 当真是关系到自己性命的要紧是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明了了 石老头带着一群破衣烂衫的后生 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那些不是园林的 也都在园林落了户 只过了一年多 日本人就打到了园林那边 石老头带着一众乡友 在自己家乡拼死与日寇一战 石老头也就在那次 带着自己的几百子弟 血洒香浆水了 那四个土匪也没了什么消息 但想想几个人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想要能活着逃出去 怕是没什么机会了 至于他们之前混到常德这里 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 恐怕也就成了空相 不会再有人知晓了 至于常德 他在日军的连番轰炸和进攻下 坚守了16天之后宣告失授 师长于成万帅残部 和日军在常德城内开展的巷战 到了最后关头 于成万为了给武器师 留下一点火种 无奈帅部突围 当他安全冲出城外 与友军会合之后 身边仅剩下八个人 常德保卫战中 虎奔武器师八千人几乎全部阵亡 进攻常德的四万日军中 更是伤亡惨重 日军在常德足足留下了一万多尸体 数个尸团遭受重创 常德战役的惨烈战况 在当时震惊了世界 某时报当时就曾报道 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 残破的砖瓦和灰堆 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的城里 寻衣未经摧残的东西 实在难乎其难 战后的常德城内一片废墟 站在常德残破的东城门向内望去 可以毫无遮掩地看到常德的西城门 可见当时常德城里 连一栋完整的建筑都已经寻不到了 就在常德失守一周之后 张灵府的五八师复刻常德 当日军彻底撤出常德时 五八师竟然奇迹般的 又在常德城里寻到了三百多名 衣衫蓝绿的虎奔将士 原来这些战士在常德失守 师长突围之后 没有一人投降日寇 依然顽强地在残城里 与日军进行巷战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这些虎奔将士 还能坚持作战一周之旧 这其中的艰辛 只有他们自己才可体会得到 五七师以血肉之躯 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不屈精神 提高了中国部队的国际声望 故事的最后应该再说点啥 我也不知道了 这故事是我很小的时候 跟着家里人去常德 见我爷爷的故友 在他朋友家留宿的那天晚上 爷爷和我说起的这个 关于虎奔和常德的故事 我那时候也问过 关于那四个举黑伞的土匪的事情 我爷爷只是摇头不说 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